提升小孩的外套放棄六港町海報告秀序 利勞穿堂的空間 改造成外套的所在 平昌在六港大眾王廟 陳德純涉業高雲遊行公司 中四單位的協助之下 重新軟的體育設施 好好表示 為了這個新的外套空間 特別基盤萬省一個變種公園文化檔 希望可以帶動項目的外套文化 外套空間 在這裡可以先為老鼠上課 以及學生小孩下課外套祝福的好家 這個中心改種的佈地經費 好好也感謝六港大眾王廟中 四單位的大力贊助 台股喜悅天地的開幕典禮 也結合我們萬聖節的活動 來辦理這樣子的一個場次的活動 那今天的喜悅天地的開幕 也因為有這幾個單位的贊助 有中能禁案永續發展基金會 以及我們陸港鎮地藏王廟管理委員會 還有我們的傑出校友城的股份有限公司 以及會請我們的家長會 來協力來支持建置這樣一個活動的空間 那這個空間 把整個校園的空間活化也美麗 也布置得很美麥美奮 希望給小朋友有一個可以來閱讀 可以來休閒玩遊戲的空間 也很感謝以上的幾個贊助單位 以及校內同仁的協力合作 共同來布置這樣的空間 希望給孩子們一個比較棒的學習環境 來這裡看桌和山島以外的學生也認識 這種空間很舒服 可以去陰陰 想要來這裡看 放多桌粉和漆棠 增加地下 我覺得這個空間很有趣 有很多書可以看 也有很多桌遊可以玩 可以學習課外知識 也可以讓英文更進步 這裡有桌遊 下課的時候有空可以來這邊玩 很好玩 學校見識這個東西可以 下課可以來玩 還可以來閱讀 老師會來這裡像英文課 讓我覺得上英文課會變得更快樂 全新的火惑天地 真受到小朋友的火惑 無形當中 也來提升小孩的外套能力 喜悅天地 Halloween 大中華新聞 林郡英六港財訪報道